右侧车肌如何判断 会车时判断不好右侧车肌 那么很容易发生寡塞 靠边停车时判断不好 我们的右侧车身 以马路牙子的距离 那么车身很容易掉下马路牙子 过线款时 不会判断车肌 也很容易发生寡塞 还有朋友 转弯时不会判断右侧头脚的距离 那么也很容易发生车头脚的寡塞 咱们可以 路上随便看一辆 10辆车有9辆车 刮塞的最严重的地方都是右侧 其实新的朋友 要想坐在车内 准确判断我们的右侧车肌 其实只要记住这一个点 你再来开车上路 就能避免90%到右侧车辆刮塞 大家拿到车以后 要想避免刮塞 一定像车车一样 这样靠过一边 我们找一条 这种白色的标线 越直越长越好 然后把我们的车 停在我们的这个标线旁边 建议停在30 像车哥一样停在10也可以 这个点没有硬性要求 但是如果是新手找不好的 建议就是停在里 咱们这个白色标线 30厘米的地方挺好事最好的 像车哥停的是10厘米 这样操作以后 我们上车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白色标线 以咱们这个车辆 丑合的地方 像车哥一样 花上一个咱们的这个记号 这个就是我们的右侧安全电 那么我们只要知道这个点以后 我们开车上路 或靠边停车时都可以用它 我们该过线宽时判断不好 右侧车机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时 来当我们的这个引擎盖 和障碍物底部重合时 用这个点扫着障碍物底部走 通过时我们就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辆会寡费 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 是不是要更好还有10厘米左右 那么第二 如果是一道靠边停车时 不会判断右侧的直接 我们是不是也用咱们的这个点 扫着我们的这个马路牙子走 当我们的车身和车位线 平行以后我们停车 大家可以下车看一下 来 这时候我们可以下车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车身 障碍物的距离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此时我们的这个车身 和我们这一个旁边障碍物的距离 是不是也是大眼10厘米的 这一个点就是我们右侧车机的安全点 这样来停车 你就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轮会掉下马路牙子 一到我们在窄路开车时 不会判断右侧车机 其实我们也可以盯着我们这个点 把我们的车往前开时 不管是什么样的车 高的矮的宽的 只要障碍物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点 也就是我们车辆底部出现在这个点以外 回正方向盘往前开 通过时就不用担心 我们的这个车辆会寡秤到旁边的这个车辆 那么我们开车上路 那么如果是一到转弯时 要想避免我们的车头脚挂载 其实我们也是只用看一个点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A柱夹脚 把我们车辆往前开时 无论一到前面的是什么障碍物 盯着A柱夹脚就可以 A柱夹脚和前方障碍物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就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右车头脚 会寡秤到旁边障碍物